俄罗斯国防部14号发布消息称 俄军在哈尔科夫州以居民点 消灭了一个美制M777榴弹炮牌 同一天 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通话 讨论队伍武器援助等问题 据俄国防部通报 俄炮兵在哈尔科夫州 五一居民点的发射阵地上 消灭一个美制M777榴弹炮牌 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 摧毁位于尼古拉耶夫州 和顿涅茨克的 乌军第35海军陆战队旅 第54机械化旅 第81航空兵旅 和第109国土防卫旅的 编队临时部署点 共损失1000人 以及100多件军备 而防空部队在哈尔科夫州 赫尔松州和卢干斯克 以及顿涅茨克 摧毁了12架乌克兰无人机 此外在赫尔松州的 新卡霍夫卡 拦截了两枚原点U弹道导弹 和六枚飓风多管火箭炮系统 发射的炮弹 额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 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炮系统 攻击顿巴斯地区多地 美方不仅向乌方提供必要情报 还秘密派遣人员 指导乌方使用火箭炮 据乌克兰真理报14号报道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扎卢日内与美军参谋长 联席会议主席米利通话 扎卢日内在其官方社交账号上 发布消息称 双方讨论了对乌武器援助的 交付速度和数量问题 以及前线局势 乌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 阿列斯托维奇当天称 目前乌方缺乏用于发动反攻的 机动化防空系统和装甲装备 乌通社同一天发布消息称 当天俄军从位于黑海的潜艇 向文尼查市中心发射了口径巡航导弹 当地官员说 截至当天下午 袭击造成文尼查市21人死亡 另有51人入院接受治疗 乌通社援引乌各地军事部门的消息报道 当天俄军在尼古拉耶夫和哈尔科夫地区 发射了导弹 此外俄军正在赫尔松前线地区附近 集结部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